大家好,我是穿越时空漂流到无人岛上的猫盾 今天我们正式地来聊一聊无人岛这个活动 首先在登岛口岸这里会发展每日剧情 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解锁活动用的各阵营新武将 完成一天的所有剧情后也会提升岛屿的开拓等级 开拓等级会提升活动武将的星数、幻武、神兵和灵宠 也会顺带提升可泡温泉的人数 泡温泉可以满足你邪恶的欲望 也可以获得一些属性加成 探索可以使用已登岛的活动武将来通关 第一天是没什么难度的 只要使用官方安排好的武将就可以了 即使你什么都没调整也能通关 接下来就是等时间 一天一天的解锁后续的关卡和新的登岛武将 挑战胜利后除了可以获得建筑的材料外 还可以获得敲格子的道具、金铲子 获得建筑材料后就可以到沙滩小屋这里进行房屋建造和外观改造 外观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全凭个人喜好去改造就好 八天后可以获得再改造的机会 改造需要的材料可以回到探索这里去扫荡获得 想改造哪个阵营的建筑风格外观 就到哪个阵营去刷材料就好 扫到需要的改造材料后 剩下的扫荡次数可以留着 等以后要在改造时采用 当然如果不需要也可以不留 造型商店这里只有张星辰可以用绸缎来买 其他都是课金皮肤想要就买 这边也是给新区或之前错过了夏日皮肤的玩家 一个补齐皮肤的机会 最后来说说本次的敲格子活动 在经历了超级惨淡的130层乐镜皮肤后 我突然觉得这个敲格子活动其实还是很良心的 第五层豪华大奖可以在稀有灵宠碎片 SP武将碎片和远征武将碎片选一个 最有价值的自然是SP武将 稀有灵宠最后才是远征武将了 不过要拿什么具体还是看你缺的SP和灵宠 这一次的SP武将只能开到SP张飞 稀有灵宠只能开到B方 原本还想说这太坑了 奖励居然退步了这么多 后来才发现原来没五层就可以开一次这个豪华大奖 可以白嫖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难怪要把比较新的资源都收起来了 第二个惊喜是从45层开始 居然又可以拿到最新的SP武将和稀有灵宠了 看来这次的敲格子活动福利是真的很好 整体来说它就是一个给平民或新区玩家 用来补救资源的福利活动 平民可以白嫖旧的SP和灵宠 课金玩家又可以课金去拿最新的SP和稀有灵宠 各取所需 这个方向我认为挺好的 75层还有一个插画 这应该算是本次活动名义上的大奖 但是课不课都不影响战力 全看个人喜好 稀有灵宠的选择 20选1的 不用说一定是优先卯兔和白泽 18选1的 第一优先的是二代灵宠 碧芳和陆鼠 初战碧芳火烧可用 助战鼠突可用 陆鼠 灭队可用 会补这只主要是为了刷分 接着是一些还能用的稀有灵宠 白虎 切后 刷分偶尔可用 魔窟能用 玄武 酸泥 穷奇 青鸾 藤蛇 这些都是一些后补的灵宠 有更好的就不需要它们了 就是在打魔窟时还可以拿出来用一用 竹龙则依旧可以是陆府火烧的助战灵宠 其他队伍不会用到 SP武将十选1的首选依然是SP张辽 SP孙策 就看你玩不玩火烧 不玩就不用考虑 八选1的首选是能用最久的SP张飞 还没有武火就优先补满 在接下来几个版本也都能用到 次选是SP吕布 下个版本能搭上SP貂蝉 命魂曹批 又重新地回到大家的视线里 不过这好像也是SP吕布的最后一个能出场的版本了 接着是SP孙上香能和SP貂蝉组队 在女团里可以用到SP大桥出来为止 不过我相信老区应该都满了 新区没满的就可以补 再来是SP国家 她的后宫队还能再撑一个版本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SP国家目前在2队3队还能用 魔窟也能稳定上场 最后是SP赵云在山河还是很好用 PVP偶尔能上场 2队3队能用 魔窟能稳定上场 兑换顺序最低的是SP周瑜 SP曹操和SP佐茨 SP周瑜的火烧队现在能用 但只是挂件 星术并不太重要 SP曹操暂时魔窟还能用 SP佐茨茂似魔窟能用 总之其他都满了 才来算这些吧 另外 老区也可以考虑把SP碎片拿去炼魂 炼魂可以增加全体武将的增减伤和武将的个人能力 还是很有用的 优先炼魂输出型的武将 比如张辽 吕布 孙上香 张飞 赵云等等 第一个普通奖励 可以选择江魂或龙文石 比较缺哪个就选哪个 龙文石的获取管道更多 也比较容易溢出 无双龙魂应该是不会再出了 但江魂却会一直更新新的武将 所以永远不够用 以长远的角度来说 会更推荐拿江魂 第二个普通奖励 平民推荐拿善灵之尘 大佬推荐拿翠灵之尘 对于老区来说 只有这两样东西会比较有价值 大佬选翠灵之尘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大佬抽得快 一次过就有六阶的天恒属性要洗练 所以会更缺翠灵之尘 相反的 也是因为抽得快 在升级善灵技能时 其实等级更高 所以激活特殊技能 需要消耗的善灵之尘也会更少 平民能一次将善灵升阶层数很有限 所以能拿的属性 和激活的初战技能等级也不多 相对下 善灵的特殊技能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所以平民要优先拿善灵之尘去升级 第十层的普通奖励 有九宫令 龙文石 和祈福铜钱 会比较推荐拿永远都不够的九宫令 如果不想拿九宫令 那就看你想要能拿更好属性的龙文石 还是缺口更大的祈福铜钱了 接下来的奖励都是一样的 直到第65层的普通奖励 新区玩家 还没有把建筑都升到实际开启福利的 都建议优先拿七彩灵石 接着是猎传还没有把第一个技能全开的玩家 都建议优先拿无双猎传石 以上全都满了的 就拿觉醒石吧 接下来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无客能爬几层 这次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粗略的算法 第一天活动 总共拿了65个金铲子 只爬了四层 这第五层还没通过 那就先假设每天可以爬四层 接下来我们就来算一算 究竟每天能获得的金铲子数量是否一样 活动一共持续14天 每天可以在金沙商店这里免费拿的金铲子 和用换星买的金铲子数量都是一样的 活动剧情 这里也假设每天都会送一样数量的金铲子 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占令这里只送七天 而且只有第一天和第七天是送的比较多的 活动的下半段会少掉一些金铲子 最后来到金铲子大库的探索活动 只有第一天会解锁十关 后续应该都是每天解锁五关 刚好满足剩下的活动时间 也就是这里能拿的金铲子 也是只有第一天会比较多 之后的都会减半 少了16个金铲子 差不多等于每天少爬了一层 以第一天四层 剩下的以每天三层来计算 14天无课玩家大概只能爬到43层 只要脸不黑 45层还是有可能的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何最新的SP武将和灵宠 要从45层才开始 但我也相信欧皇是有能力爬到45层以上的 那么想拿65层的插画要刻多少 最划算的刻金方式是刻占令 78港币能拿80个金铲子 其次是每日礼包 15港币能拿14个金铲子 只少了一点 相信14个金铲子 应该就是官方设定的 排一层所需要的平均消耗量 这么一来 刻完14天的每日礼包 大概就能多爬14层 刻完占令 就能多爬5层半 我们就算6层 白嫖43层 加上刻金的20层 总数就是63层 只要脸不黑 应该就能65层拿到插画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刻金量 如果后续活动 还有额外的金铲子可拿 那么机会就会大一点 我们也可以少刻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所要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